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的疾病是 变形性关节炎 也叫退形性关节炎 或者老年性关节炎 这种关节炎主要的原因是 家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岁数大了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在日本60岁的女性 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有退形性膝关节炎 到了80岁 大约有80%的女性都会患上这种关节炎 在日本病人数大约有2500万以上 而对于高龄的男性 腰椎的退形性关节炎更常见 大约有3700万病人 退形性关节炎容易发生在 承载身体重量的关节上 比如下肢的骨关节 膝关节 还有就是颈椎和腰椎关节 它的症状呢主要有四个 疼痛 肿胀 可动区域的受限 还有就是关节的变形 那有这么多严重的症状 关节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对于它的病态 不明之处依然很多 但就目前的研究所能看到的有以下几点 对比这张正常的膝关节图 我们可以看到 退形性关节炎的病人 它的关节软骨部分会发生变性 逐渐地减少 而取而代之的是软骨周围反应性的骨质增生 就是常说的骨刺的出现 由于骨的变形也会导致骨或者是软骨的部分 脱落成为有理体 也被称为关节鼠 在关节腔内 刺激周围的滑膜组织增生而引起炎症 这样更加速了软骨的破坏和减少 使得关节的间隙也变得狭小 炎症也导致关节液的渗出 在关节囊内蓄积 这就是关节肿胀的原因 它也更加剧关节的疼痛 那什么是导致退形性关节炎的高危因素呢 一般来说年龄的增加 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发生几率 当然还有个别的遗传因素 或者是营养不良 可以直接造成关节负担加重的因素 这些都是重要的高危因素 比如肥胖症而带来的身体过重 还有外伤 还有就是过度的关节的反复使用 那如果已经得了关节炎 如何来治疗呢 治疗的方法呢 大概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保守治疗 比如说在生活上 要指导病人注意减少关节的负担 减少磨损 可以减少一些上下楼的次数啊 加强膝关节伸展肌肉 就是大腿四头肌的肌肉的力量 这个方法对于减轻关节负担的效果 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就是装聚疗法 膝关节的装聚是来增加关节的安定性 也是可以很好地帮助减少 对关节内部的负荷压力 这样也可以减少磨损 缓解疼痛 还有一种足底板 也可以帮助安定关节 还有就是药物疗法 比如说消炎止痛的药啊 还有可以向关节内注射 透明脂酸以及激素类的药物 来帮助缓解炎症和疼痛 另一大类的治疗方法呢 就是手术疗法 这里面也包括好几种手术 其中有一种是在关节静下的 要把游离的骨或者是软骨的组织除去 还有一种手术呢 是把已经变形断裂的半月板切除 还有一种叫做高位颈骨骨切除术 这种手术呢 适合于比较年轻的 年龄在50到60岁左右的患者 它是通过呢 植入一部分自己的骨 或者是人工的骨 然后再加上固定 这样呢 就可以把关节的负重呢 分散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也有一些病人呢 他们的关节腔狭窄 活动受限的程度都已经非常严重 甚至呢 这种情况的持续呢 会影响到他们全身心的健康 这种情况呢 就要考虑做人工膝关节的 置换术 人工膝关节的置换术呢 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上的高龄者 就是切除掉已经变形的部分 把关节面用人工的关节来置换 那也要根据病情 可以是单科置换术 有必要的时候呢 也可以是全置换术 这一类的手术 不仅仅是替换了关节面 它也延长了膝关节内侧的侧腹韧带 就使得膝关节的韧带的平衡呢 得到了很好的调整 那使得关节的曲曲啊 伸展都更自如 这里我可以介绍 我曾经工作的医院的一个病例 是一位67岁的女性 她的膝关节已经出现了 严重的退行性变化 关节间隙的消失 于是呢 就介绍到一家医院 去做了关节置换术 当然事先也会和病人 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去消除心理的不安 会告诉他们 关节手术可能引发的 并发症和注意事项 比如像感染啊 手术中或者是手术以后 所引起的骨折的潜在的可能啊 非骨神经麻痹 或者是负载神经的障碍 出血过多 静脉血栓 甚至是肺栓腮症发生的可能 都告诉病人 反而可以解除他们的不安 也告诉病人 术前和术后 大量的饮水 减少血栓的发生 这样病人也是非常的配合 也告诉他们非常具体的方案 就是 术前术后一周内 每天都要补充 2500毫升到3000毫升的水 术后的第二天 也鼓励病人 起床独立行走 当然也提醒他 要在护士或者是家人的看护下进行 帮助预期避免一些像摔倒啊 新的可能发生的问题 手术以后呢 还要坚持连续大约两个月的理疗 慢慢的病人就恢复到一个良好的生活状态了 好 如果你授予于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转发给家人和朋友们 还要打开小铃铛来支持我 我也非常欢迎你在我的视频下给我留言 希望每一期视频中与你相遇 非常感谢